同學現在這邊有在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Google的這個流量分析的部分 有它有 那你只要在這邊 這裡 有沒有叫網站分析 那麼這個通常是比較有在做所謂的網站經營的部分 比如說你要知道說是 誰用什麼關鍵字來找到你的 然後他們看了哪些頁面 對不對來自哪裡 他來自哪一個 比如說收信群來自哪一個網站所推薦的 那他找哪些關鍵字看哪些頁面停留多久 這些都可以看到 那 如果你是一般的網站你要自己把這些所謂的程式碼加進去 但是因為他是Google服務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申請好的這個ID放進來 他就自動幫你做了 就自動幫你做 那你要看這個分析的結果 就要去所謂的Google流量分析那個網站 也就是你當初申請 所以你可以找一個關鍵字叫Google 流量分析 這個通常就是 你可能是一個網站的經營者 那你比較想要去看到所謂的成效 到底我做的這個網站有沒有效果 對不對 或是我做關鍵字廣告有沒有效 那你就需要這種叫流量分析 所以它簡稱GA 簡稱GA 這樣瞭解了嗎 那這個是免費的 所以你就可以從上面看到很多的這個內容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看一下 同學說 反正字不能換言證你就認了 這個加一也沒有用 我也沒有辦法給你加一 再來有人說可不可以加入背景音樂 目前是不行啦 因為呢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了 我們這裡是不是有好幾個頁面 那每個頁面 你要網站上有背景音樂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 不同頁面切換的時候 我一定還有一個頁面會繼續怎麼樣 播放音樂 假設你的音樂是要連續的話 那因為它是切換到不同頁面 所以就沒辦法 好就沒辦法 目前它是 沒辦法做到這一塊 這個是 回答一下 剛剛同學的問題 另外 如果要做部落格 建議用這個平台嗎 要看 以我的情形來講 其實 我是不是有一個自己的部落格 但是呢 部落格有一個很重大的缺點 什麼缺點 跟Facebook一樣 我們是都是時間導向的 也就是我比較早的文章 我一定是被擠到最後面 越早的 那這個樣子會產生一些困擾 就是說 你看FB LINE也是一樣 你要找舊的訊息 你又怎麼找 搜尋 對不對 可是搜尋 不見得能夠完全找到 所以我在部落格上 我做一點點調整 因為我現在自己文章一些比較多 所以我就 把我的文章做了一些標籤 做了一些標籤 因為我現在有一些是系列性的文章 那我就把我相關的文章 的關鍵字 我就整理起來 這樣就可以比較容易找 可是即使我做了這個努力 我還是覺得怎麼樣 不是那麼好找 因為他搜尋出來的結果 並不是照時間順序 你知道嗎 他是按照什麼 有沒有符合關鍵字的那個 就是 關係的 那個 程度 他不是說搜尋 出來的結果就直接按 時間順序 所以這樣會造成 有一些我的文章 變成跳著 跳著 出現 那這樣要看不容易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如果你想要經營部落格 我為什麼要 順便再把右手邊這個網站整理出來 除了是因為我現在寫這本書 可是呢 其實我利用他 你看這裡 線上模擬器 往下走 有沒有我的相關文章 我都把它貼在這裡 這樣子我可以很清楚看到 也可以我自己排去 對不對 我要怎麼安排 是不是都可以 可是你看喔 你點進去 有沒有連到我的部落格 這樣等於說我雖然 剛剛給你看到 我有系列文章 那裡面是不是有這些 但是這樣你找還是 沒有一個脈絡 如果你要比較完整的 我就 一個主題 比如說 我可能這個文章我寫很多 這些文章我寫很多 那我就把這個獨立成一個協作平台 獨立成一個協作平台 那我依照我所需要的架構 我去把它做好 安排好 你看我這邊相關的教學文章 有沒有動手做系列 我就整理起來 然後呢 集目方程式 我是不是都整理好 這樣再看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等於說會比較符合你的什麼 可能是你的 當初想要的網站的架構 因為 部落格 還是 我剛講那個問題 時間 他 雖然我可以這樣 個別做自己的頁面 可是 再怎麼整理還是不夠靈活 這個時候我就用這樣 等於說我的流量 其實我還是導到 這個地方 只是呢 我透過其他方式來整理成 比較適合大家看的 這樣了解 不要這樣子 因為我網站上 其實會賺到錢 真的啦 我這個上面其實是有流量的啊 我差不多 大概三四個月吧 他就可以累積到 大概100美金 因為要累積到100美金才可以回來了 你知道嗎 99.99 你就看著他就好 因為Google有限定就是你要100美金以上 那個 才會 回來 這樣了解 那我也有 YouTube頻道啊 所以我的來源會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部落格文章 一個是YouTube頻道 不過我必須跟各位承認就是 其實 YouTube比較好賺 因為現在大部分 大家都比較喜歡看影片 懶得看你寫太長的文章 你們自己感覺呢 自己使用率有沒有發現 現在看影片好像比較多一點 對吧 對啊 真的有差 所以 要經營部落格現在比較少人做也是有原因的 OK好這次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